今天讲千里江山图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的巅峰之所 这是一幅18岁的少年画下的千里江山 它有18岁的生猛 18岁的无畏 18岁的气魄 想想啊 18岁是什么概念呢 当你只是一个18岁的少年 出生牛肚 你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看到你举世无双的才华 于是你理所当然的 把你所有能够做到的都做到最好 王西梦就是这样 他的千里江山图 让你看见了一个在艺术上 不计成本不计得失 只做家法 然后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少年 首先就是材料 千里江山图有12米长 比两幅清明上河图加起来还要长 他用桑残丝来做画布 一般画家如果没练个五年十年 可能这么贵重的材料 你都不太敢下笔 但是王西梦大笔一挥 直接在这幅画里面叠了五层 而且用的全部都是珍贵的矿物质颜料 首先第一遍是线稿打底 然后褶石上色 再然后是大面积的孔雀石上了两遍 最后是珍贵的石青 就连涂上这么小的渔夫 他身上穿的衣服 也是用上等的车曲 反步研磨之后上的色 在央视的国家宝藏里 中央美术学院讲师冯海涛 潜心研究四年闭关两个月 才复制了千里江山图卷的十分之一 工程量浩大 用掉的矿物颜料也非常可观 也只有这些堪比黄金的矿物颜料 才能够穿越千年 依然意义生辉 这么长的长卷 这么名贵的画布 然后这么大面积的 这么珍贵的颜料 我想只有18岁的少年王熙梦 才这么干 以上材料我已经用到最贵最好 构图意境我也要最好 宋代郭熙呢 在他的画论《林全高之》里 专门提到了中国山水画讲究的三远 高远 深远 平远 这个理论直接影响了 后世山水画的创作 但凡做到其中一种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就像范宽用高远完成了西山行雨图 王蒙用深远完成了青变隐居图 泥赞用平远完成了渔庄秋季图 但是18岁的少年王熙梦说 我都要 让我们用爬山的经历 去走到这幅画里面 来看看王熙梦 是怎么向我们展现他的三远的 首先我们来到山脚下 抬头望去 山栏熊风就像一个巨人一样横跟在我们面前 我们感叹山之高大 人之渺小 我们折服于大自然雄旗的力量 这就是他的高远 强调的是山的高度 我们再往山里走去 层栏叠杖的山 让我们一眼望不到尽头 风掌的树林隐秘的房屋 这山里似乎还有太多的秘密 等待我们去发现 这就是他的深远 强调的是山的深度 现在我们终于爬上山顶了 一眼望去 远山如眉 开阔明亮 隔着江 我们好像能看到远处的群山和地平线连成一片 渐渐消失在雾隘烟云中 这就是他的平原 强调的是山的广度 对于一个18岁的少年王熙梦而言 人生根本没有简房 当然他还在这幅画里面 有了其他的家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村房 村是中国画里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法 用来表现山石风鸾 或者树木表皮的脉络纹理 它通过毛笔运行的这种方式 来表现山石的阴暗面 所以让你觉得会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我们把千里江安图和唐代理 招道的春山行李图 拿来做对比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立体感 能够很快地对比出来 同时呢我们今天看很多山水画 也能够通过他的村法 来大致判断出他画的是 哪里的景色 比如李唐的万赫松丰图 他用的是斧砒村 你会感觉 岩石就像被斧头砒开一样 棱角锐利 这种村法通常用来描绘 北方山水的那种 山石的硬朗凝重 皇宫万物不一样 他用的是砒麻村 这种村法呢 用来表现江南平缓细腻的 图制纹理 甚至有很多艺术家 是因为创造了新的村法而知名 因此也可以说啊 对于这些文人末课而言 这些笔墨痕迹是他们最得意 也最在乎的 但你知道18岁的王熙梦有多猛 就是村法我也是有的 在千里江南图里面 王熙梦用了大量的村法 山栏山头用的是一种村法 山坡山脚呢 用的是另外一种村法 山崖岩石还有一种村法 另外在描述山野路径的时候 他还用了村线排叠的方法 这其实还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 王熙梦根本不在意向别人展现他的这些笔触 他要的是重彩 于是你就会看见 他用厚重的实青实绿来上色 颜色厚图层层提亮 在王熙梦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像他这样 为了追求光感和色彩 不惜牺牲闻人最引以为好的笔墨痕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重新看这一遍千里江山图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乐 从开一卷一座山峰直插云霄 好像一个高昂的音符一样 开启了一整首音乐 然后秋陵连连 艳影的亭台武器 隔着水 对岸群峰秀起 向越来越紧凑的音词 一座跨江大桥连接起了两岸 远处烟波浩渺 建筑佳境 山巒越来越密 山峰越来越高 在深山中 我们看见了渔村人家 看见了瀑布溪流 看见了白衣隐士 看见了回转的小桥 走到悬崖边 我们以为已经无路可走 但对岸停泊的一艘船 却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山路或平台或崎岖 我们看到这一段群峰的参差 就好像音乐的节奏一样 在变换中不断加快 然后在全卷的最高峰 达到了高潮 征服了它 你更是无所谓 从崎岖的山路中走出 你登上小船来到了对岸 房屋错落有致 影视 切意淡然 你在翻山越岭中 且行且赏 最终来到了画面最末端 那高耸的秀峰 仿佛就和开头的音符 遥遥呼应 仿佛就在预示着 人生就应该在最精彩的时候 录面 王熙梦在创作完千里江山图后 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 但是大家都可以肯定的是 就他这条生命 好像就是为了要创作千里江山图 这部旷世杰作而活 在这部画里面 我们看见了一个生猛的少年 从材料 构图 笔触 颜色 无一不是让世界能看到我的最好 王熙梦用这幅旷世杰作 向我们展现了 18岁究竟应该怎么活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说有人在做假设 假如王熙梦长寿的话 那他未来的画风会是什么样的 他会不会改变中国美术史 我觉得没有如果 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可能对待这个世界 也许会越来越谦卑 那也许我们再画下的 就不是千里江山 也许是百里江山 十里江山 富春山 但不管过山过水 我相信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定会非常怀念那一段 热烈有虚妄的时光 就像王小波先生 在《黄金年代匪业》里的那一段话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 奢望永远天不消失 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女孩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 没有遇见到这样的女孩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 什么也吹不了我 关注我 抖音也能学艺术